這個補充說明一下就是 剛剛業導員有問到為什麼要去送到國務經驗館 那其實楊老師剛剛也有提到一個證件片 就是其實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應該放在中心 然後當你把它印帶進去以後 旁邊又弄了非常多商業車子 變成它周邊沒有鎖散的空間 所以是政府才要在這個地方挖一個地下連通道 利用國務經驗館的廣場 當成大巨蛋的這些仿待鎖散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完全是本末導致 所以其實今天所有的問題的正點也是 你把這個蛋放做位置 所以才會造成這些樹要被挖 然後造成國務經驗館後面的風水都被破壞 其實剛剛業導講的也非常心有欺欺一點 其實剛剛我們其實有寫在心有管路過沒有樹 其實不只後面的樹被砍掉 然後現在左邊放一隻烏龜 右邊放一個高塔 其實是要增加那個妖精還是什麼 那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覺得好農民真的是對不起我們的國務 真的是你們把整個國務經驗館 原本非常優美的天氣線是完全破壞掉的 現在你只要站在沈海路 看著國務經驗館你真的會吐死 你真的會氣死 明明台北一個那麼美麗的一個view 結果全部都完全為了這個開發案被破壞掉了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請那個 文化大學警官系的林教授來幫我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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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明今天我們出的這個事情 我都是願意提供我的經驗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跟各位分享 那這個呢 我首先呢 我先講一個小小的故事了 那跟各位聽聽看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個烏龜跟兔子 在跑 烏龜跟兔子在跑 這烏龜跑得慢 那兔子跑得快 那个兔子呢 一只跑一跑 他跑第一回合 他太厉害了 就是他睡着了 他觉得他一定赢 所以他就跑 用乌龟就赢了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这个乌龟太宝 第一版 那个0.1 现在呢 这个兔子呢 兔子不服气 兔子说我们再来比 你什么可以这样 你趁我睡着 你就赢了 这样不公平 那这个乌龟说 没问题 我跟你比 你要什么比都可以 但是乌龟说 你要什么比都可以 我只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听我的 兔子说 兔子这回呢 他讲说 只有一件事情 那没问题 我也听你的 乌龟说 那这样 定线的问题 一定要回我 除了这个以外 随便你 定线 这个怎么跑的 这条路线 回我 这回呢 兔子呢 很聪明 他就不上当 他一直跑一直跑 他跑得很快 他也没有睡着 乌龟慢慢跑 跑到后来 又兔子怎么办 兔子看到 又傻眼了 他完了 你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条路线 前面是一条大壳 大壳 他兔子跑不过去 乌龟到那里 慢慢跑到那里 然后游游游游游过去了 但是这个叫乌龟赛宝 第二版 第三版呢 到了后来呢 又过了一年以后呢 这个兔子又不服气了 乌龟也说 那你不服气 我们再比一次好了 那结果呢 就真的再比一次 这回呢 两个都赢了 为什么 因为乌龟呢 跑了跑的 那跑到河河边的话 他把兔子背在背上 那游过去 那兔子呢 跑到山上 乌龟滚下来了 乌龟陪着他跑上去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双赢的局面 那我是在听在这边呢 我也是08年呢 我是因为方法水灾 从美国呢 我在 我当这个警官建筑师啊 注册的警官建筑师 而且我是九月的这个计划经理 事实上像我们这种案子 就是我们在处理的 那这个除了送工厅会以外呢 要准备所有的资料 准备所有的这个东西 那这件事情呢 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呢 我愿意把这个经验呢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是真的市政府 没有办法了解 这件事情 对市政府的好处吗 还是说 他明明知道呢 他硬要这样做 那我倒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的点啊 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都晓得 纽约市政府呢 在我最后的最后的这个二十年里面呢 他呢 事实上是Broomer 就是彭博 彭博是一个亿万富翁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非常有钱 他是一个精算师 事实上他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这个方法呢 都是由精算而来的 也就是他想不赚钱呢 他不做的 这个是大家可能是 之后现在都知道 而且他也是维二的 纽约市呢 维二的两个呢 续续连任三届的 他是第一次呢 因为他的政绩太好 所以呢 他要求再做二人 那纽约市政府呢 也赞成他再做一次 那你说他为什么做得好呢 我们先讲别的事情 第一个 他呢 举个例子来讲 他是全世界的 几乎是全世界的 假如我没有提出的话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禁烟的 连这个酒吧都不可以抽烟的 不可以抽烟的 酒吧那个混天酒地的地方 他说紫水鸡皮的地方 你都可以不能抽烟 因为你的二手烟 会影响到月月 你这是纽约的第一个案子 要求我们公园关注的人 不可以做秋千这类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小孩子的 能够的多多的健康运动 也就是说彭博这个市长呢 他事实上秉持一种重要的概念 那当然这是美国的宪法 然后我们台湾的宪法呢 可能比他还要严格 也就是所谓的健康安全与福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对于种树这件事情呢 彭博那个彭博呢 他也是这样一个看法 他呢 并不认为说这个种树呢 就是为了这个民间团体 或者为了这些这个NGO炒来炒去呢 他就真的去做 他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他是去精算他 就是每一棵树 我这个纽约市政府种下去呢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只有得到的结论是 每种一棵树呢 一块钱的成本啊 可以折到五块七毛四啊 五块七毛九 他有贫有据啊 他找个专家学者去做 也就是说他每种一棵树 他还可以赚四块七毛九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气喘病 气喘病 因为气喘病这件事情呢 他研究结果认为 那个气喘病跟树木之间的关系呢 是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个像纽约市的这个五个区里面 哪一个区里面的这个气喘病最多呢 就是Bronk South Brown 那这个地方它是很贫穷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贫穷呢 美国呢又规定 任何的人生病的 其实医院都会拒绝的 假如你没有保险的话 你没有保险的话 你送病人到医院 他可以不收你的 因为你没钱 只有一种 一种人不行 就哪一种人 就是会死掉的人 假如你要死掉了 你不救他 那你就会只是打官司 就像我这个被撞到树 就我捉了五针 我送到那边 常到早上六点钟 才有一个医生来跟我讲 然后看了医院 他说你不会死 没关系 等一下再来 这个医生会来帮你捕 就这种道理 但七转病行不行不行的 七转病像这个邓 邓丽君 他在十五分钟内 他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呼吸嘛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要送到医院去 这个公司又要停下来 要送这个小孩去 那这个市政府呢 就必须要收这个病人 那他就要精算下来 结果他发现 小市政府或者市政府的工地里面呢 他这种植物呢 越少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越危险 所以像这个例子呢 我其实百事不得其解 像这样一个策略的考量呢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NVG呢 应该用纽约市的 来做一个例子 来让市政府能够说服他们呢 那这个呢 我认为呢 这就像贵度赛宝一样 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现在健康的生活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呢 是你我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高血压糖尿病 为什么会有高血压 会有糖尿病 会有呼吸系的系统呢 就是因为这个都市的问题 这工作的这个绑忙 那假的这个案子来讲 这个椅子 这个这个这个一种这个路线呢 我们不要讲这个乌龟赛宝 这个路线 这个过得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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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妙啊 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只有三公尺 或者只有这么一点 这个时间上又来得 又还来得及 或者说就算时间来不及 那我们对整个台北市政府 或台北的市民的健康 生活与安全与福祉 它是不是一个很重要 可以值得考虑的东西 那当然了我也曾经写过这个文章嘛 这就是一个双银的局面啊 那所以这是我这个第一次在这种厂子呢 我跟各位的愿意分享的这个东西啊 那第二个呢 这个私人的财团的这个商业的这一地区啊 跟地产的这个 在纽约市政府也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通常都会考虑它这个利润 那假如这个利润呢 是合理的 为什么不可以到 我觉得也是合理 因为这也是一个双银的盘面 但是相对于这个健康而言 我们讲说中一棵树 纽约市中一棵树的成本呢 大概在三千五百块啊 三千五百块美金 任何一棵树 很小的树 这个树呢 要乘以三啊 因为要加上利润 跟它的否证 那这一棵树假如一万块一棵树的时候 它的利润呢 对市政府的利润 有将近四倍的 那所以呢 假如你种一棵树 这样一棵树的利润都有这么多 你五十棵树 你利润有的这个树呢 那岂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利润的钱 那所以呢 假如我们用金算的这个观点 来看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私人财团商业的利润啊 这种干操的原理 应该值得提出来讨论啊 而不是实作 我们说哎呀 你这样不合理 你这样子的可能对这个 对时间上的延误 你这个到底是在急什么呢 这个时间上的限制 跟将来的价差 真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不一样吗 所以这是我第二 第二个呢 当然就讲到我们私人 那我私人呢 我个人认为 像我们个人的这种团体的这个利润呢 其实应该把它化为 这个社会上健康与安全 图属上的一个利润 像一个清算之下呢 我们会发现 像我 假如我有气喘病 我没有气喘病 但我有高血压 我有糖尿病 假如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走路的话 那也许 这个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医疗上的效果 这个例子呢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啊 这个比方说 在纽纽约市我在主持的这个公园路征管理处本 纽约市呢是公园部 那纽约市的公园的这个主管单位 它一年的预算呢 是2.3 billion就是23亿美金啊 23亿美金啊 23亿美金啊 23亿美金加率 剩下30的话是6690亿啊 就是这么多的钱在做公园的事情 那为什么它需要用这么多的钱来做 就是因为它有利可固 它有利可固 它这个有利呢 这个利呢大过这个多 这个大过多少 至少大过将近十倍 因为它用一块钱的借钱呢 它可以借十块钱 它的利润 它是完全照利息来算 它买的工在 来做这个市政府的建设 那我常常在觉得 我们这个政府呢 常常用BOD 用很多很多这种奇怪的方法 这个把这个主产卖掉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呢 假如你精算出来 我们国民年金 健康影响的这个 这个成本的降低呢 不能转换在这个上面呢 那这个呢是我个人呢 我其实是一个局外人 因为我从美国回来 也不是在台湾 才刚开始几年 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许应该从一个双银的角度 从另外一个观点上 来看这个经济的上升 让这个台北市呢 有趣的发展 那这个永续的观点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口号 像现在要选市长 要选立法委员 要选议员 要选里长 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是我们应该着目的地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